我覺得大家都在想說 數位轉實體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我覺得現在就放心接受實體 放心接受數位 實體會是一個特別性的產品 就是它會減少到一個程度然後停下來 它應該不會完全消失 但因為它對於 對音樂的消費者來說有不可磨滅的意義 它可以有這種 比方說他們現在就算是完全實體化的人 看到一個 完全數位化的人 就算看到一個實體產品 還是會有 這個做得很好 這個做得很好 因為歌迷情感 因為封面 因為各種周邊的 它還是會願意買啊 那像小樹哥 你跟金曲獎這麼有淵源 現在金曲獎的報名規定 因為我不清楚 是也要一定要發實體專輯嗎 還是其實 現在數位可以去報了 以前金曲獎的評審很可怕 就是它會收到 我記得我收到 就是大概四五大箱 箱嗎 可以堆滿整個桌子 因為金曲獎 從以前大概四五百張 到去年八百多張 八百多張如果都是CD寄到你家 我就問你家不夠大 還真沒地方放 而且如果是弄了一半 然後我分了又分錯了 我要從頭開 然後你要 那個時候你就會覺得打開CD這個儀式 我們本來都覺得聽實體是一個儀式 你就會覺得打開CD精神好像很高級 很認真的聽音樂 但是當你有八百多張要打開的時候 你就想要殺人 哈哈哈哈 但他們現在已經進化對不對 是線上的 現在是完全是線上平台了 對 但線上平台有另外一個困擾 因為你要點分數 每一張專輯 假如是十首歌 十首歌可以報各種獎項嘛 就是大概有八個獎項可以報 從詞曲編曲製作人等等 八個獎項上 一張專輯就有八十個Click要點 八百張專輯有多少Click要點 所以其實我們才在想 金曲獎評審真的有把歌全部都聽完嗎 原則上是要全部聽完 原則上 但在他聽完之前 他應該已經關節演或幹嘛 對啊 他就來不及了 對 沒錯 是啊 所以說其實你看 到底需不需要實體CD這一件事情 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包含了連蔡依林 他在發新專輯的都會在網路上面說 到底發實體CD的這個用意何在 可是他還是發了很大盒 就是有點吊詭 因為他是蔡依林 他發問要不要做實體專輯 當然要啊 對 就是 這不是故意 可是一個新人如果他跳出來 就說我要發實體專輯嗎 他可能就不會受到那樣的共鳴 所以宇涵 在你出道跟發這張專輯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跟唱片公司認真的討論過 究竟是只要數位就好 還是要有實體的CD 有 那時候其實有在討論說 到底是要數位還是實體 但最後面還是決定要發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 總是要有一個東西給簽名有個互動 這樣子 給歌名有個互動這樣子 不然去簽唱會的時候拿著 因為它是新人就是女生 一定有很多人想去見面 那總不能就是我打開我的 iTunes KBOX Spotify 然後說 你看我幫我簽名 簽螢幕 對 這沒辦法 一定還是要簽在這個上面才有 才有一個感覺 對 那我們今天是說實體數位 實體數位 還是要問小樹哥 到底收藏實體專輯的好處是什麼 我覺得倒不是收藏實體專輯的好處 就是說我覺得當大家聽音樂的 我們以前在不管是從遠古時代聽黑膠 雖然現在復興了 然後從卡帶 從CD 它有一個儀式感 就是當你面對這張專輯的時候 因為你要聽它 你必須要打開 然後放進Player裡頭 它有一個 慎重其事 它有一個過程感 就好像你去看電影 你得先買了票 然後坐進電影院 坐下來要等待 我們稱之為儀式化的 對 它有一個系列的儀式化 你會對你所即將要聽到 或看到的東西 有一點點敬意 但因為現在大家都在串流上 其實我們也都是 因為你考試 就是比方說我的四季大約一萬多張 我現在臨時想到某一張專輯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裡 我可能已經收在某個櫃子 或是架子某個角落 但我現在很急 我就直接上網 比方說Spotify打開 所以那個東西收藏對我們來的意義 其實是一個 我曾經擁有這些事情 我在當時聽他們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儀式在進行 但是因為它完全敵不過 現代的便利性 所以你說它擺在那裡 擺在那裡有時候 我們也真的會想說 好啦 哪一天如果 它需要循環的時候 它需要流通 循環的意思是 我們可以把它分贈給更有緣的人 讓它 讓這些物資不會就 囤在我們的角落裡頭生輝 它有機會在地球上的各個角落流動 哈哈哈哈